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请出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先生之声 掌声有请 定勇市长、宋明副市长、上海的朋友们 以及我们台北市政府代表团 邓副市长、蔡陆市长、各位市议员 还有各位嘉宾,大家早安,大家好 本届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以创新合作未来为主题 聚焦在两市市民所关心的经贸、创新及产业交流 在主论坛之下,再延伸四个分论坛 包括了生物科技产业的交流分论坛 医学科技发展的分论坛 分化分论坛及青创与智慧城市分论坛 来探讨未来城市治理的发展模式 其中 生物科技产业交流分论坛 将由产业发展的角度切入 朝向高附加价值 具有未来前景的产业前景 而医学科技发展分论坛 针对最新的医疗科技与照顾模式 进行双方的经验交流分享 文化分论坛 期盼以人为主题 分享两个城市各自发展出来的独特城市的新气象 最后 清创与智慧城市的分论坛 则注重在两市的创新与活力 针对城市未来的青创发展与智慧管理 拦图来进行交流 此外 透过本届的双城论坛 扩大合作范围 跨出上海市 走往长江三角洲的昆山与阳山港 长三角是中国大陆第一大的经济圈 生产总额占中国大陆20% 而双城论坛是目前两岸唯一的正式沟通平台 扩大双方交流的区域范围 将有助于两岸更进一步的互动与合作 双城论坛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年 2015年我初次上任台北市长以来 强调扩大民间的参与 由官方与民间相关领域的产学代表共同讨论 双方迄今已经在青年创业 社区医疗 智慧城市 文化 青年交流 环保 民生服务 公共住宅及都市更新 医疗产业等议题 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意见交流 由官方搭建一个对话平台的模式 汇入民间的观点 创造两岸城市交流的新形态 不仅扩大论坛的民间社群参与 也将分论坛主题深化至两次的焦点市政议题 并提供彼此互相参考学习的相关经验 双城论坛举办以来 最能体现交流成果就是双方所签订的33项合作备忘录 内容相当广广 包括了区政、公务、教育、文化、体育、旅游、医疗、卫生、老人照顾、繁保、科技及产业等领域 并进行了交流互计的活动 在城市治理、文化、艺术、体育、竞技、产业交流上 在台北站 还有上海马拉松邀请站 还有台北马拉松邀请站 台北风光旅游推广活动 多项交流活动 当初举办双城论坛的初衷 就是希望透过推动两次的交流 让两边的人民有更多认识和交流的机会 借此来增加善意 让两岸关系可以朝正面发展 两岸的交流必须要有延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 尊重过去已签订的协议和互动的历史 在具有的政治基础上 继续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共同追求两岸人民 更美好的未来 我一项认为要促进交流 增加善意 秉持互信的态度 及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彼此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互相谅解 只要有利于 增进双方人民福祉 只要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身为台北市长的我 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 我推动两岸交流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让人民可以过好一点的生活 毕竟两岸和平发展 还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期望 当然 彼此之间有隔阂 彼此不易解决 但这些问题不应当影响两岸的合作交流 尤其 目前居住在大陆的台湾民众 有两百万 而大陆人士 也有四十万人 住在台湾 每年更有几百万人到台湾参逛 在往来如此密切的现实下 双方更应该要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就像双城论坛的举办 让台北跟上海 可以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和强项 共荣互利 双眼互惠 回首双城论坛 十年有成 这证明了只要把人民的福祉 摆在地位 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共同来面对 共同来解决 而展望未来 希望台北与上海这两个 两岸最开放进步的城市 能够持续 友善交流 并深化彼此的合作关系 造福两地的市民 也期盼 双城论坛 这个行之有年的交流平台 能成为未来两岸交流的典范模式 为两岸关系的和平 稳定 营造一个契机 开启军业 再次感谢各位的历临 谢谢大家 市长请留步 市长的一番发言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也特别有感触 谢谢大家